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子堆成一团不说 早上一件件试穿的衣服 丢满了房间 化妆品零零散散的全摆在桌上 一双双鞋子丢在床下 里面全塞着换下来的袜子 其实 我知道它就是故意的 只要能让我不爽 它就爽了 这些对我来说 都是小事 可那台花了六千多在网上逃来 根本开不了机的电脑 让我心疼得不行 我好话说尽 它不退也不休 反倒对我道 我花自己的钱 你管得着吗 一句话堵得我一句话都接不上来 可不管是谁的钱 也不能这样祸祸 我说 你把工资卡交给我 我来帮你保管 倒是你结婚 我全数拿给你 心意抱着手臂 敲着二两腿坐在那 语气无不嘲讽 我吃你几口饭 你就想着反而从我这捞回去不成 你别想打我钱的主意 也别想把我从这间屋子赶出去 告诉你 这是你欠我的 欠我妈的 她知道我对她心有愧疚 总是拿这句话来赐我 我却无力辩驳 其实心意挺可怜的 她是我小叔子的女儿 在她十二岁时 小叔子得了重病去世了 那时候家里穷 小叔子结婚时 我特意收拾出来我家的一间房子 给她装修成婚房 心意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出生的 可小叔子一直没有盖房子的打算 我对此有很大的意见 到后来她又生了重病 我更开不了这个口 也就随她们去了 小叔子去世两年后 我儿子余峰十九岁了 我想着把房子翻新一下 到时给余峰结婚用 可弟妹不高兴了 说我是要赶她走 欺负她们孤儿寡母 后来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开口要我给她二十万 她就搬走 我被她气笑了 我有这笔钱 还用得着翻新老房子吗 再说 凭什么呀 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的 我们吵得不可开交 谁也不肯让一步 我老公还气得打我一耳光 说那是她亲侄女 哪也不能去 给她们一间屋 怎么了 她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捂着红肿的脸 不再吭声 可弟妹铁了心要钱 我抱着头就撞向我老公 只要给她一分钱 我就死给她探 弟妹见状带着欣姨回了娘家 半年后 弟妹大着肚子把欣姨给送了回来 说她现在的老公对欣姨不好 希望我们看在欣姨爸爸的份上收留她 那天 欣姨哭得撕心裂肺 她妈妈还是走了 从那以后 欣姨不哭不闹 只用那双大眼睛瞪着我 总把我赶走 她妈妈的话挂在嘴边 心里在难受 我能同一个孩子计较吗 如今 欣姨在城里开了家服装店 每天下班 她宁可开上几小时的车 都要从城里赶回村里来 就是想守着这间房 无声地斥责我当年的无情 我怕得她天天能回来 同时又心疼她来回太辛苦 可又怕她一旦住了出去 就再也不肯回来了 有天晚上 我没听到一丁点声响 起来几次都没见欣姨的人影 电话也打不通 我没了办法 只好让城里工作的儿子连夜去欣姨店里敲门 直到知道 欣姨睡在店里 我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 我打电话问欣姨 她很不耐烦地回了我一句 你管得太宽了吧 我没再敢出声 怕越说她 她越跟我对着干 谁知她接连几天都没再回来 给她打电话 她要么不接 要么没好气回我几个字 要你管 我急匆匆地买了车票去了城里 大白天的 欣姨竟然没开店门 她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可我知道 她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 生个病感的冒从来都不会歇业 难道她遇到事了 门口停下来一辆车 我以为是欣姨回来了 忙凑上前去 隔着玻璃窗 看见车里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哎 现在的年轻人呢 谁知不一会儿 欣姨从车里走了下来 紧跟着车子一溜烟开走了 欣姨见了我 愣证了一下扭转的头去开店门 我看见她脖子上挂了条新项链 又想到刚才她们亲密的样子 一着急说出来的话就难听了 你们睡了 欣姨脸色惨白 朝我低吼道 你瞎说什么 等进到店里 她赌气不理我 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的 我更来了气 你知道她在哪上班吗 人怎样 你才多大点就谈朋友了 跟我回去 不许在外面过夜 听见了没有 心里拿眼直瞪我 别整得多关心我一样 你心里早巴不得 我快点嫁了才好 她的话指出了我的心窝子疼 你就是个白眼狼 她的眼角泛起了泪水 脸上露出几分决绝来 是谁逼走了我妈妈 是谁让我寄人篱下 要我感激你吗 你想都别想 你以为你是谁 来管我 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 拖着无力的双腿落荒而逃 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一脚踏空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 却是躺在了医院 余峰焦急地守在我跟前 原来在我晕倒后 一个好心人帮忙接通了余峰打来的电话 他才找到了因低血糖昏倒的我 我身体像是掏空了一样 再没一点力气 昏昏沉沉地睡睡醒醒 朦胧间听到余峰不停地打着电话 一整天都在不停地输着夜 直到晚上我精神才渐渐好起来 但心里还是嫩嫩地难受 我忍不住还是给心仪去了电话 讨好的叫着她 心仪 沈不舒服 你能来看看我吗 让你哥来接你呀 你别担心 已经好很多了 就在我以为电话被挂断了时 他冷冷地开了口 只是昏了而已 输点水吃点东西就好了 余峰打完水刚好回来 见我哽咽地说出话来 他忙接过手机 就从电话那头的心仪吵了起来 心仪吼叫的声音 我听了一清二楚 人在做 天在看 这就是老天给他的报应 余峰差点摔了手机 让我不要再管心仪 等我出了院 他直接把我送回了家 等于封走后 我又回了城里 没想到 心仪口中的男朋友孙昊 承诺要在房产证上 加上他名字时 心仪感动得稀释哗啦的 当听说孙昊妈妈住院 拿不出钱来手术后 他立马就赚了 二十万给孙昊 我不禁自嘲一笑 才真正明白 那句他常对我说的话 你是谁呀 可我做不到袖手旁观 打听到孙昊的老家地址后 我就寻了过去 结果发现 孙昊的妈妈根本没有生病 而是她大了肚子的老婆快要生了 我把这个事告诉了心仪 算是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心仪大哭着找了过来 同孙昊撕打在一起 我赶紧报警了 之后 我躲在角落里 眼睁睁地看着心仪 被孙昊扯住了头发 打的嘴角流了血 直到警察赶到 我才抹了 把泪坐车回了家 后面的事 就交给警察吧 她的事在与我无关 我对她的愧疚 这么多年也应该偿还完了 既然我捂不热她的心 往后就好好善待自己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